Mikey最爱的妹妹艾玛隔屁 主谋的两人又是做何感想吗 一左那告诉嬉笑 偷袭艾玛的事件已经让替罪羊去自首了 这下嬉笑也不至于被抓 随后嬉笑缓缓说道 我有一种自负 觉得自己最了解Mikey 立于众人之上需要的不是头脑 而是脸面 Mikey这一脸面就是当时武藤所说的领导魅力 那家伙如果跟如今的东万在一起 那么难得的才能将毁于一旦 所以需要我一样 用我的插手来改变 为此我策划了谋杀爱眼的龙肩 利用对龙肩有过节的轻将 差点就能成功 结果那花园舞蹈跑来碍事 下一步我考虑组建八流八罗 让Mikey当首领 而这次阻扰我的是场地归剑 所以当时我就利用女工艺服刺杀场地 把碍事的家伙统统抹除掉就行了 我这不管干什么都填补不了的心 看到不断失去最爱之人的Mikey被敢亢奋 用他作为媒介不久我就能改头换面了 所以爱马就是你的最后一招嘛 伊佐纳不解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惜冒风险弄脏自己的手 你可以轻易利用他人的手 是什么驱动了你们 然而嬉笑反问道 对杀死亲妹妹的人 你就只关心这个吗 亲妹妹 伊佐纳冷笑一声说道 我在福利院度过的十年里 只有昨夜真一郎来看过我 只有那个人的爱填补了空虚的我 嬉笑我所关心的是真一郎所爱的一切 你的恶意会填补我的内心 所以我让你利用 现在的Mikey和我一样了 空虚至极 后面由我来驯服Mikey 嬉笑东万是你的了 你又会怎么做呢 我的英雄武刀 画面来到武刀这边 面对领了和饭的爱马 龙肩久久不能释怀 Mikey也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武刀望着这场景 觉得他必须要做点什么